现做的嘛 然后就是 不会太险 小朋友也可以一起享用这样子 在板桥府中站附近 有一间相当有特色的亲子餐厅 走进来先看到的就是一座 小朋友最喜欢的秋千 接着是两层楼高的 风潮绿花梯和秋池 小朋友们钻来钻去十分的开心 老板娘说 当自己有了小孩以后 都会希望外出的时候 能有一个小朋友玩得开心 大人可以安心休息的地方 于是就打造了一个这样的空间 并且提供大朋友小朋友 都能够安心食用的亲食 这里的每一道餐点 都是老板现场调理 碱盐少糖 尽量呈现食物的原味 像是这一道软发起司塔 就选用了各种不同的食材 让小朋友能够酥果 起司肉都吃得到 一次满足孩子的需求 我们就是希望 就是小朋友用这个餐点的话 一次用就可以吃到 他们所该要拥有的一些食材 比方说酥果类的部分 或者是肉的部分的话 我们还有鲍鱼的部分 起司的部分 这个在一个套餐里面 就全部通通都可以吃到 对所以对小朋友来说 营养的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 一份餐点的话 小朋友就一次就可以满足这样子 另外像是以可爱造型 吸引小朋友目光的 淡淡起司松饼宝宝餐 动物造型的吐司 和小鸡造型的沙拉 可爱指数都报表 另外一道人气料理 Oreal巧克力松饼 从面糊开始就是特地调制 配上顺口不腻的鲜奶油 也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餐点 老板表示 饮料也是选用新鲜水果 搭配牛奶馅打 要让小朋友吃得健康 有家长就说这里离府中站不远 各项设施又很充足 下午休息吃个点心 晚一点还可以去耶诞城走走 哦 这边的设施就是很新颖啊 而且很明亮 然后感觉防护措施都很好 我们就不用担心小孩子会受伤 然后想要一直爬上爬下都没问题啊 然后我就可以跟朋友安心吃饭聊天 都很开心 因为这边离府中站蛮近的 就从府中站走过来 然后下午吃一吃 然后等一下就可以去板桥的夜诞城 然后都蛮方便的 你们会躲起来让妈妈找不到吗? 那还是你们的东西会藏起来找不到 对 除了各种游乐器材 店里还会依照季节举办不同的说故事 或是扮装活动 黄小姐就说 在这里可以放心的让孩子玩游戏或是DIY 爸妈也可以稍事休息 而老板也会搭配故事设计活动 让小朋友到整个店里去探险 动动脑也动动手 他还经常会办一些活动 可以就是讲故事跟小朋友互动 然后做一些手作之类的 然后爸妈就可以自己很轻松在这边用餐 然后小朋友就可以暂时的放心交给他们 平常除了我们有一些玩具 教具 这些或者是一些小活动的部分以外 那其实我们平日有时候也会开一些课程 就是也是专门为小孩子去做设计 所以其实我们那些课程 我自己孩子也都会参加 那像今年的圣诞节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会有推出一系列的一些活动 店里还有小朋友专用的游戏空间 各种游据一应俱全 不管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合的玩具 不仅小朋友流连忘返 家长也能够在一旁喝茶聊天 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 欢迎大家来玩的游戏空间 记者赵世渊板桥采访报导 记者赵世渊板桥采访报导